人便一再心头 三例新闻 嘉义县出现了政坛三美女 这三个26、27岁的漂亮妹妹都来自政治世家 那么其中参选嘉义县议员的这个黄英俊 还要挑战全台湾最年轻的议员 那么另外还有两位女中豪杰 也都展现了政治的企图性 希望能够从爸爸妈妈手中来接棒 三个年轻妹妹一字排开 清秀美丽的气质马上吸引大家目光 不知情的民众还以为这里举办选美大会 其实是三位政坛申立军怀抱满腔热忱 要为嘉义乡亲服务 72年次的黄英俊是嘉义县议员参选人 曾经担任蔡英文的专任秘书 她的妈妈是现任朴子市长黄力珍 这次从美国回来 那在中央岛部历练之后 我相信我更有自信能够有能力服务地方 另外一个女中豪杰 是今年71年次的刘淳婷 她的爸爸是现任西口乡长 她要继承一波准备接棒参选乡长 我也要用我自己年轻人的专业 我本身贪财经法律的 我有这个能力 我有这个地心 我总体会做到美丽的好 笑容甜美的黄珍瑜 是妈妈李秀美的宝贝女儿 也是71年次 妈妈曾经当选大令长 现在换她披挂上阵 因为我本来是在宝贝 很陌生的就是因为这样 然后自己的思大 疼苦买起来时就没有办法 第一时间赶回来 送自己的爸爸最后一层 离家多年还是新系大林家乡 三位嘉义女儿都是七年级美女 都出身政治世家 也都是国立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提升参选 要让嘉义相亲眼睛一亮 见识她们美貌之外的政治实力 三立新闻较国雄 嘉义报道 好不过今天美女问正确在立法院就一位